花莲县政府仍适处推动EAP员工协助方案 特别规划一场别开顺便活动 以舒缓员工的心灵压力提升工作幸福感 以花昨日新年花艺创作的团体抒压手作工坊 下午两个提示在县府大礼堂举行 希望让更多县府学员同仁可以参加 县年许正位清零讲座表示 以花昨日新年花艺创作活动不仅是一次手作工坊 更是一场展现县府人文关怀的理线 也是对员工洗脑的工作一个肯定以及回馈 掌掌授掖师忙话跟大家分享 真的 大家一定要如何让自己的压力减低 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必须要自己去克服任何困境 你的先生很强 但是他只能保护你协助你帮助你 但是人生能刚关要自己走过 国防既有70位县府学员参与 他将所有手作达到身心出发 在这个匆忙欢笑以及创业的活动当中 共同感受到新春的氛围 不仅华语带入工作以及生活当中 更将这份创业和热情融入到幸福的大家庭当中 记得Join华师傅导